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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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星亞奇周刊的觀眾 我是Dominny 從小到大都會稱讚 蝦頭湯底很好吃 我立刻想到自己做一個拉麵店 蝦湯拉麵全是蝦的成分 先煮蝦再剝殼 殼就炒掉 蝦頭、蝦殼炒香 炒到接近焦但未焦 之後就bran碎 割出醬汁 其實湯底煮和熬製的時間不久 但是剝蝦殼 量很大 至少4-5小時才做得到 還有炒蝦殼 因為蝦麵實在太辛苦了 我打算不做蝦麵 做的量比較少 睡覺也發我夢 很害怕 做到很累 其實我店鋪也有一個夥伴 我主要是 因為所有店鋪都是我打理的 我夥伴主要是負責什麼 我也不知道他負責什麼 我說你跟我們還好 可能我會做整齊擦乾淨 即是開玩笑 完全沒有通知任何人 因為我們開張的時候 完全叫朋友不用送花牌過來 我們捱到才算 還是做街坊生意 最初都很擔心 最差可能只有三碗 四碗 後來慢慢生意的起色 因為味道都是慢慢調整 都是來煮客人的 feedback 他說是香港最好的黑拉麵 而且好吃之外 客人說讚我英俊 馬上全天都不累 其實Openwise也有一個 他說吃過最難吃的拉麵 還有拉麵的份量都很小 他說過來的份量是嚇死人 當時這就是第一個不好的留言 那晚洗碗 我跪在這個廚房裡哭 一說不好吃 我就會好像 我想找個問題出來 我想在難吃的地方在哪裡 所以我們現在也是有免費追加麵 沒試過快過來試試 試過的熟客快點 再過來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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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興趣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